成片的粉紫色鳥子花 在风中摇曳 和锅镜候鸟形成一幅美景 游客穿梭其中不是合影留念 但这里可不是什么花海公园 而是大陆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湖底 我们从南昌直接开车过来 从网上了解到 鄱阳湖的花海特别的壮观 今年提早两个月 迎来枯水期的鄱阳湖 许多地方都长出了 茂盛的芒草 花开遍地 民众逛得开心 当地渔民也因为无鱼可打 改行赚起观光材 在泥泥的地方 临时搭起木桥 售一次两块人民币的锅炉费 然而今年酷水期 比往常严重许多 也为当地居民用水 带来许多不便 现成已经需求量 可能要达到四万吨 达到四万吨 再加上目前的酷水季节 取水量本身就小 所以说造成了 全县目前来说 供水量肯定是跟不上的 而除了缺水问题 大陆接着还要迎来超强寒流 据大陆中央气象台报道 从19号开始 大陆将有今年冬天 最强一波冷空气报道 长城以南地区都会受到影响 部分地区更会有摄氏 12到14度以上的剧烈降温 预计北京也将迎来 今年冬天的出雪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可以稍稍缓解 经济严重的雾霾威胁 记者唐权最后不倒